大家好,我是鎔魚 今天我們要來看自創卡啦 好久沒有做這個系列了,是不是都以為我停更 其實並沒有,只是一直找不到機會出 而且我只要看你們投稿一大堆卡片就覺得好累 沒有辦法把大家的心血展示出來 直到現在卡片都還是很久以前的 不過呢,能做一期就做一期吧 不過在影片正式開始之前 欸?你以為我要叫你按讚訂閱嗎? 並沒有 我要來跟大家介紹一款最近非常有趣的手機軟體 可以讓你輕鬆使用AI聲音 甚至還可以讓AI對話,互換台詞還能串聯 肯定是最有趣的 我心上將麥克阿瑟曾經說過 注意看,這個小帥太狠了 除了常見的動漫人物跟一大堆米家人物以外 我最喜歡的功能肯定是定制聲音 以往大家對於自定AI的想像都是數不盡的資料和咒語 這個程式就可以直接用一段語音訓練 比如翻譯愚人說的話 或是讓葛夫不想當你的朋友 很可惜這個功能目前只有英文 沒錯,它除了中文以外還有英文和日文 你甚至還可以叫葛夫幫你唱Mockingbird 讓我們現場來聽一段好了 現在點選下方的連結或是掃描QR Code 這我們還沒有被AI統治之前 趕緊用AI娛樂一下自己吧 第一張卡片就是少有的降費卡 這種卡片雖然少但很有趣 效果本身符合惡魔獵人的進攻以外 更是直接搭上惡魔獵人的代表毅力單 因為他的武器就是愛心諾斯戰刃 從卡片設計上來說沒有問題 不過強度其實是有一點弱 畢竟英雄平常每回合只能攻擊一次 所以要15回合才能降成0費 再來加上這把武器天梯基本沒有人帶 5費是完全不值得 這點是有一點可惜 不過我們不是遊戲公司不用為了賺錢出強卡 下一張的作者是Mayfrey 今天許多卡都是他設計得非常厲害 雖然我已經忘記這張卡推出的時間了 但是大概是在機械賊霸戰天梯的時期 機械賊比起一般機械卡組合體的更多 而沉默就能很有效的克制機械 包括現在都還有最萬用傳說奇麗亞斯 最爛最爛也還有從此不見得太爛 剩一張最近已經很少見的環境克制卡 不知道大家還記得幾張這種針對種族的克制卡 另外這個卡圖也確實存在爐石 知道的人趕緊留言 爐石到目前為止沒有靈邪手下 不過大家已經早就能看見靈邪手下的情形了 基本上就是打出後會直接死亡 不過這張卡有合體可以幫忙 從某方面來說很類似中立法術 但是能吃到家家 四弓其實超多 但是無法攻擊基本注定的他無法打快弓 我想當初想這張卡的人 肯定沒有想到現在有奇力 只要有生命竊取這張就會變得超棒 我看卡片也相當注重潛力 不管是什麼時期看都有自己能用的地方 所以說這一批的卡片當時已經有醫療 不過我覺得有一點可惜 就是最近的相關卡片超級少 尤其是這張卡的效果還跟治療量產生關係 是升級版本的醫療 有萬人迷可以參考 這張相比起萬人迷更加穩定爆發也更強 Buff這種東西放在牧師更是毫無違和 這張卡直接出在爐石我也不意外 這是一張致敬滿滿的卡 雖然致敬的對象很冷門 但我就愛冷門 就是黑屋森林的沒動力的機器人 499出場可以立刻解一隻怪 不解的話給對方很大的壓力 當然對方也可以輕易的處理他 久低血這種東西又有前輩可以參考 所以應該也不會發生什麼星火問題 搭配機器還是家家也許有機會 不過大概率跟牧師這張受傷手下不能攻擊的差不多 下一張卡由原神享受則提供 有趣的暱稱不講出來實在可惜 這張完全做壞 基本上可以不用考慮直接流星 不過他打快攻其實還是很糟糕的 可以稍微拉低一點他的分數 不過變形在打快攻的時候本來就偏弱 現在快攻手下也不小 大概率還是超級強 只能注意的地方是最近幾個版本 以復活為主的卡租比較少 有一點掉價 來看一下卡牌可能的致敬好了 很明顯就是以前的變形師 想當初他是可以指定對象的 我也特地找了類似的卡圖 欸?怎麼這些卡又是同個人製作的? 這樣會不會有點太偏心? 不過大家也可以學看看怎麼設計卡片比較有趣 這是一張絕對做壞的節奏神卡 主要是捨棄的對象過於嚴苛 缺點是會限制玩家帶入其他強力的元素 並且有極低的機率自己捨棄自己 不太可能進入元素卡組 是一張薩滿強力單卡 盧石雖然有指定捨棄 但官方可能還在猶豫條件是否設置成這樣 這系列的卡真的很怪 感覺上一張卡才是樹式的 這張才應該是薩滿的 盧石到目前為止都沒有元素樹這種東西 我選他的原因是這個否則 否則是一個很好設計簡潔硬斗的效果 策略性很高 相當類似二選一 不過二選一是直接選擇 這張卡則是要先鋪路 當然不管是325還是352都超級弱 德魯伊就有一張幾乎相同的卡 這就是今天最後一張卡了 效果是反擊一張對手的法術 然後就沒了 就是一個中立我反對 不過是名牌 而且超級容易被英雄能力處理 死亡這個效果在 竟然把巫妖王已經看過了 所以能夠實現 再來雖然少見 但盧石必要時會使用然後這個字眼 刻意強調順序 所以我喜歡這張卡的原因是 他使用了很多盧石少見的效果 而且仍然有一定的可玩性 被發現時應該算是優質的機械 話說五一的體質 真的不考慮製作成狂怒者嗎? 好啦 那其實影片差不多就到這裡了 看完這麼多卡片 是不是已經躍躍浴室了 有興趣趕緊到下方的表單投稿 如果你喜歡我的朋友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面見啦 掰掰 哇 哇 潘